恐怕蛙,我是战国导游月翔兵长 我是除青片之助 欢迎来到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关于上礼拜第24集,网路上的评价很两极 有人认为这一集违反历史 有人认为大和剧本来就有虚构空间 兵长觉得其实这一集没有网路批评的这么差 但是有几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接下来就聊聊兵长的想法吧 兵长,松平信康真的陷入战争的PTSD吗? 关于松平信康在长小之战之后陷入PTSD这件事情 虽然没有战国时代的当代史料可以证明 但是在江户时代初期 德川芳的史料真的有写松平信康滥杀无辜的记录 时间点也是在长小之战发生之后 长小之战发生在公元1575年 德川芳史料的松平记跟当代记记载 1576年,钢琦城下流行跳舞 这种舞有点像是日本夏天 于兰盆记的时候会跳的舞蹈 通常会融合宗教的仪式在民间形成流行 松平信康不但自己很迷这个舞蹈 还要钢琦城下的将领一起推广给大家 有一次松平信康看到有一个百姓跳得很烂 气得用弓箭把那个百姓给射死了 另外在《三河物语》里面记载 松平信康出门打猎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打不到猎物吧 所以他就迁怒把路过的僧侣给杀死了 对于战国时代的人来说 僧侣是超脱世俗的存在 没有理由就杀僧侣的话 会造成舆论的反弹 所以在石川正西文件集里面提到 松平信康的恶行恶状 让家臣们都非常的困扰 在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时间点 松平信康再怎么说 都是德川家康唯一的接班人 虽然德川家康跟阿万两个人生下了杰臣秀康 但是杰臣秀康没有被列入德川的继承人 德川秀宗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德川家的史料竟然会记载这么多残暴的事情 要嘛就是松平信康真的干了这些坏事 要嘛就是为了某些原因 只好把松平信康给抹黑 既然历史上没有直接的证据 只有后来德川方的史料说松平信康滥杀无辜 所以这次的大和剧设定成松平信康陷入战争的PTSD 才会从一个连虫子都不敢杀的人 变成滥杀无辜的邪恶领主 以看戏的角度来说 兵长其实不反对这个设定 只要结果符合历史 过程稍微变动就当作是戏剧效果咯 兵长 那么赖民真的打算联合武田 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慈爱之国吗 关于这次赖民提倡的慈爱东国大联盟计划 我想这个是编剧古哲良太先生 他可能是为了想要制造戏剧效果 所以从结局来倒推回来的安排 因为江户时代的记录 都把赖民写成是一个恶女 说赖民散度 说他跟武田私通 说他打算背叛德川家康 所以最后撞上历史之壁而退场 但是这些记录 都是后来加油添醋 让赖民背黑锅的结果 从现在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很多事情可能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编剧古哲良太先生他的风格 很喜欢安排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设定 既然江户时代把赖民抹黑成是恶女 说他跟家康不合 那么大和剧就故意把他设定成一个圣女 说他处处为家康着想 兵长猜想 未来家康大概会继承赖民的愿望 把日本打造是一个慈爱的江户幕府吧 关于这个设定到底是好还是坏 兵长觉得要分成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虚构剧情有没有前后呼应 剧情的发展合不合理 第二个才会看这个虚构剧情 是不是符合历史 如果我们单纯先拿戏剧的角度来看 兵长觉得这一次大和剧 把赖民设定为圣女 原则上没问题 但是剧情里面发生了很多故此失彼 甚至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赖民说服了九松圣骏 余大夫人一起参加他的慈爱东国大联盟计划 九松圣骏倒是无所谓 但是余大夫人他就破人设了 在第三集 余大夫人冷血的跟德川家康说 为了要保全家族 就算要抛妻弃子也要在所不惜 明明设定是一个现实的人 现在突然变得很理想化 另外关于金川世贞跟阿密夫人 能看到他们出场 兵长个人是蛮开心的 但是金川世贞当时的剧情 他强迫赖民侍寝 还杀了赖民的父母 这些事情都没有任何铺陈跟解释 现在让这三个人和乐融融共聚一堂 这也太奇怪了吧 最尴尬的是 赖民问家康为什么要打仗 家康竟然回答不出来 说因为到处发生饥荒 大家为了生存 只好打仗抢粮食 虽然这个说法确实是目前历史界认同的小冰河期的现况 但是之前的大和剧剧情没提这件事情 干嘛这时候炫技要放这些新说的设定呢 而且这句话还会跟之前的剧情产生冲突 在之前三合一向一魁的剧情 本多正信花了这么多力气给家康留下的教训 结果家康现在竟然忘记了自己得到什么教训 也忘记自己为什么要用艳离绘土星球净土的旗帜 在这一集为了要成就赖民的圣女形象 结果上其他的角色不是人设崩坏 不然就是之前的剧情好像没发生过 老实说 兵长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致命的问题 你要这样写当然没问题 但是没有铺陈 甚至还破人设 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而且刚刚讲的事情 都是戏剧里面发生的设定 跟历史的关联很小哦 所谓戏剧的伏笔不是前面发生的A 所以导致后来发生B这种现状图 历史剧该有的伏笔 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 会让整个局势发生什么改变 人跟人的人际关系会产生什么变化 人物的理念会不会产生变化的这种树状图表现 就算这出戏不是大合剧 而是战国武将全体转身到校园的终极战国校园版 兵长看到这一集还是觉得前后不联系 兵长你真的很毒蛇耶 那么慈爱东国大联盟这件事情符合历史吗 武田圣赖真的临时反悔吗 大合剧是基于历史的虚构剧情 所以适度的虚构当然是没问题的 江户时代的史料 抹黑赖明说他跟唐一简禁失通 这次的大合剧 让雪山美雪去扮演简禁 不但能够重新解释赖明跟他的关系 还能埋下雪山信君后来跟家康的关系 老实说兵长觉得这一个设定还蛮不错的 但是历史剧如果要做虚构剧情的话 应该要把框架缩小一点 尽量淡化主剧情以外的其他历史事件 才不会露出破绽 但是这一次竟然把越后的上山 关东的北条也拉进来 这样就变成了是多说多错 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赖明说的 慈爱东国大联盟计划 要联合德川、武田、上山、北条 一起发行共通货币 在经济上互相支援 大家一起抗衡芝田信长 芝田兵长在谈货币的时候有提到 战国时代的货币非常混乱 就连掌握金基的芝田信长 他改革货币都失败了 要等到封城秀吉、德川家康 他们统一天下之后才能完成 这个时候让赖明去谈货币整合 唯一的目的 就只有塑造赖明的高瞻原祖圣女形象 而且本集的剧情是设定在 公元1576年到1578年 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 被芝田信长逐出京都的逐利一招 他在这个时候调停武田上山北条 武田这个时候刚打书长小之战 他当然非常欢迎将军的提案 北条这个时候忙着跟关东的反北条势力作战 上山他这个时候虽然重心是打越中 但是他身为关东管理 他有责任要去雇那些关东的反北条势力 加上上山跟北条还有一些恩怨没解决 所以到最后上山谦信只愿意跟武田停战 不肯跟北条和解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可能觉得这个时候的逐利一招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对当时的体制来说 他还是名副其实朝廷认证的尊贵将军 而且这个提案是对三家都有实质利益的提案 上山谦信都不愿意接受了 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赖民提出来的慈爱东国大联盟呢 而且在本集最后的1578年 上山谦信刚病死 导致上山家发生预管吃乱 武田上山北条三家的关系又大洗牌 就算本集一开始 大家真的都表面上接受了慈爱东国大联盟 到了这一集最后的1578年 就算武田胜赖不反悔 这个慈爱东国大联盟照样还是要崩坏 所以兵长才说 虚构剧情要懂得取舍 不相关的事情就是多说多错少说少错 如果赖民把格局缩小一点 只说武田跟德川可以互助合作 剧情还是照样能推进 也不会产生这么多历史bug 让大和剧的那些历史考剧老师 都不知道该怎么编户了 兵长 没想到你这么关心历史考剧老师啊 关于这一集 兵长只能说真的很可惜 大概是编剧太想要玩 关键时刻的逆转跟方案 所以反而忽略了铺陈 就好像是在打俄罗斯方块 想要玩大连锁 结果弄巧成拙 导致方块跌到天花板一样 如果多花一点篇幅 来谈赖民父母的死 田赫自愿牺牲这些事情 会对赖民造成什么影响 也许大和剧 就可以靠这几集的赖民跟信康事件 翻转整个戏剧的评价 而且更麻烦的是 前半段发生了这么多剧情 虽然对家康的影响不能说没有 但是分量非常非常的少 就算家康因为赖民事件而觉醒 但是剧情已经跑一半了耶 接下来还有五田灭亡 本能师之变 穿越一鹤 小牧长九手之战 小田园之战 秀吉之死 官员之战 大阪东之镇 大阪夏之镇 现在才让家康成长 会不会太晚了 会不会让观众觉得 人设到中间被硬拗了 老实说 兵长觉得 根本就是在搞友春嫁醇跟松本润 拿两个当红的人气明星当招牌 但是不给他们足够的篇幅 跟适当的剧本来表现 就算这个礼拜的第25集 友春嫁醇有什么神级的表现 那也只是在一集里面表现出色而已 跟其他优秀配角的表现 有什么差别呢 关于本集的MVP 兵长想要给饰演松平信康的戏田佳阳太 其实比起家康跟赖鸣 松平信康的剧情发展很完整 他一开始是一个仰慕父亲 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好青年 到中段 碰到了三方圆之战 大刚迷世狼事件 他察觉自己的能力 还没有办法独当一面的挫折感 长小之战之后的他的PTSD 还有这一集他加入赖鸣计划 摆脱心魔 不再迷惘的样子 这些都掌握得很好 姑且不论剧中的松平信康 他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记录 最起码他在剧中的行为 心态转变都是很合理的 没有人设崩坏的问题 期待他未来能够继续磨练 跟兵长喜欢的中川大志一样 成为日后扛起大和剧的动良之财 好啦 这一集本来想心平气和的说 结果最后还是毒蛇爆炎了 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跟大家讨论看看吧 乐祥的战国浅度旅行我们下次再见